少年歌行,五大强者,萧瑟景态第四,雷舞竭尽不了第五,他最惨。 少年歌行第二季出来有一段时间了,在更新的这段时间里,五大剑仙出来了两个,分别是李寒一和赵玉珍,但真要说起来,这两人虽然是剑仙强者,却不是这部作品的天花板战役,甚至连前五都进不去,那么下面大家就都来看看这部作品中的五大强者吧。 零妖,墨一,九岁入逍遥天境,现如今成就地先之位。 在少年歌行这部作品中,排名第一的当属墨一了,墨一是其天臣师弟,但是天赋和实力却观绝天下,九岁入逍遥天境,二十四岁入神游玄境。 四十岁已经成就鬼仙之位,鬼仙是神游玄境之上的境界,也是人与仙人的分水岭,在鬼仙之上其实还有境界,如地仙,玄仙,天仙等。 但就算是主角萧瑟,最后也没有突破到神游玄境,更不要说神游玄境之上的境界了,其实神游玄境已经是绝大部分天才所能达到的顶点。 神游玄境网上的境界千百年来并没有几人能达到,而由此足以看出墨一是多么的精彩绝艳,他已经凌驾于各大天才之上。 02. 百里东军,一突破神游玄境,墨一之下第一人。 02. 墨一之下就当属百里东军了,百里东军说起来乃是少年歌行前传的主角,一身实力已经压过五大剑仙,后来他为找孟婆汤望却前尘而去东海寻找仙人。 02. 然后就碰到了墨一,这之后百里东军成功突破到了神游玄境,可惜因为他已达成所愿,此后再也没有回归中途。 03. 估计陷落青阳,大结局才入神游玄境,但已可以力压主角团。 03. 第三则是五大剑仙之中的孤剑仙洛青阳,洛青阳一人一剑纵横天下,后来他一人占据一城,就此避世不出,前心习剑,等到大结局才再次出场。 04. 英赤王的邀请祝奇登上皇位,结果确实被赤王给利用了,最后洛青阳与萧瑟一战,萧瑟没有打败洛青阳,反而祝奇一剑入神游玄境,洛青阳也因此成为五大剑仙第一人。 04. 萧瑟,半步神游玄境。 04. 萧瑟说起来是这些人之中最可惜的,他明明可以有机会成为神游玄境高手,但因为自己的妻子被人围攻,而不得不中断修炼,这一中断只成为了半步神游玄境,而此后他将再也无法更进一步,只能止步于此。 05. 萧瑟,平常状态逍遥天境,要忍状态万步神游。 05. 无心天赋还挺高的,14岁入自在地境,17岁回天外天就突破到了逍遥天境,而到了逍遥天境之后,他本可以继续冲击神游玄境。 05. 但因为赤王的关系回到中原,一回到中原赤王就把他骗到天启城,此后无心就被做成鸟人,也中断了修炼,但是在药物的作用下,他实力得到进一步发挥,可以发挥出半步神游玄境的水平,但恢复常态就不行了。 05. 这便是这部作品五大强者,而很遗憾,主角团之中的雷无杰最后虽然成了剑仙,但是比他高的人还有一大把。 05. 而唐莲最惨,虽为主角团之一,半路上就领了盒饭,直到大结局才复活,但是境界还保留在自在地境,连逍遥天境都没有进去。 05.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05.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